你在听的是SBS电台广东话节目 不经不觉下个星期就是中秋节 中秋节小斑面会跟家人吃饭早节 或者吃月饼 很容易就会吃祭了 我今天请来澳洲注册营养师Wendy 跟大家讲一下吃月饼的健康提示 还有会讲一下如果早节吃饭的时候 如果不想吃祭会怎样的 首先跟Wendy立即招呼 你好Wendy 你好小婷 那下个星期就是中秋节 Wendy很多人都会吃月饼 想先请教一下你 其实一个月饼是不是很肥的呢 热量大概是多少度的 嗯是啊 月饼来讲我们也有不同 有传统月饼 生殖月饼等等 每一个月饼都不同 当中它们糖分和脂肪的含量都不同 但是传统来讲 好像一个伤枉白莲蓉的月饼 一个大的月饼 就大概有800卡路里左右 然后糖分大概是60-70克 脂肪大概是45克 看看不同做法和不同牌子都会有点不同 那有没有说那个糖一个形状化一点的 表示可能已经是多少粒 可以等停更了解多一点呢 嗯 是的 那一茶匙的糖就大概可能是5克 那如果我们想象60-70克的糖的话呢 那就可能是大概 12茶匙 对了 都真的很多 原来一个月饼就有这么多糖的 整个月饼最主要就是 莲蓉和蛋黄 通常就是传统的月饼 那其实这两样东西比较 是不是哪个比较高一点呢 是不是黄会比较劲一点呢 是啊 那因为有黄的时候 通常他们都要加多一点 除了咸蛋黄之外呢 还要加多一点猪油 去令到它更香口一点 那所以脂肪的含量和热量 或者卡路里呢 其实都是这么多种月饼里面 是最高的 那所以如果我们吃月饼的时候呢 挑走了一个黄的话呢 是不是会好一点呢 是的 会好一点啦 但是当然味道上来说 应该是差一点的 是 明白 那我想我很多人都喜欢吃月饼的黄 但是如果要为了健康呢 可能就要犧牲一下了 就不要吃那么多了 那你刚才也说过 其实月饼有很多不同的款式啦 就是有普通的月饼啦 白莲蓉啦 双黄啊 丹黄啊 那不知道这些不同类型的月饼 是不是差很远的呢 这个热量 那在热量上来说呢 就差就不是差得太远的 但是在看营养成分来说呢 那糖分和脂肪呢 就不同种类的月饼呢 就分别都都比较大的 就好像用唇的唇白莲蓉的月饼 去比较双黄白莲蓉呢 双黄白莲蓉的脂肪呢 是高很多啦 但是呢 唇白莲蓉的月饼呢 因为它们主要是用莲蓉啊 加莲子和油去做呢 它们的糖分呢 就会比双黄白莲蓉多些的 那所以有得有失的啦 但是大体来说呢 热量也是差不多的 就可能差一点点啦 那除了传统的月饼之外呢 那近年都很流行这个的冰皮月饼啦 冰皮月饼的感觉上 热量好像低一点 是不是呢 比起传统月饼来说 这个对啊 因为呢 冰皮月饼它们的材料呢 就有少少不同啦 主要很多呢 都是糯米粉啊 接着做它的皮啦 接着那个馅料呢 有时候就会有那些绿豆蓉啊 或者是水果啊 羊脂甘露等等的材料呢 那它们的脂肪含量呢 都比较低的 那所以相对地呢 它们的热量都比较低啦 至于糖分来说呢 就视乎它的味道啦 如果是加多些朱古力啊 多些甜味的话呢 那些的冰皮月饼呢 糖分比较高啦 但是相对地呢 应该是比传统月饼低一点的 嗯 你刚才提过有不同的口味啦 不知道Wendy 你有没有看过有些什么口味 是觉得是特别肥的呢 觉得特别肥的话 就是你可以想象得到 那些朱古力味啊 或者是朱古力流生啊 有时候一些芝麻味 黑芝麻味呢 它们都会用多些油去做呢 那些就可能脂肪含量 和糖分都比较高啦 但是如果是选 只是纯绿豆蓉啊 或者是芒果馅那些等等 水果馅那些就比较健康的选择啦 那大家如果选冰皮月饼的时候 就要留意一下口味啦 那就尽量选一些没那么甜的口味啦 那除了我们提过的月饼之外呢 我知道呢 现在都很流行一款奶黄月饼 特别是一些流心的奶黄月饼啦 那这些月饼的热量又是怎样的呢 那传统月饼也有一些奶黄月饼 或者是新式一点的流心奶黄月饼呢 那相对地呢 它们的脂肪呢 都会是比较高啦 因为可以想得到 它们都要加一点点猪油啊 令到它们有那种流心的效果啦 或者是奶黄呢 相对地它们都要加多一点的油分 去令到它有一种香口的感觉 但是呢 相对地它们的糖分呢 就会比普通传统的 好像白莲蓉啊 甚至是相当白莲蓉的月饼 就低一点啦 因为呢 它们用的糖分呢 就会是比较少一点的 那现在我们说完呢 市面上有得卖的月饼之后呢 现在很流行自己做月饼 那如果自己做月饼的话 在材料上面 你觉得有怎样配搭 是可以健康一点呢 那如果可以自己做月饼的时候 那尽量就可以加少一点糖啦 就好像平时 如果我们在上网找食谱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试一下 将食谱的糖分可能减半 可能这样就可以低糖一点啦 或者是脂肪含量的时候呢 那就尽量用少一点猪油啊 用少一点 通常月饼制作的时候 也会用得比较多猪油啦 那可以用多一点 植物油啊 或者是健康一点的油 甚至是加少一点油的话呢 那也可以是一个 比较健康一点的月饼在家里做啦 那大家呢 就可以考虑一下自己做月饼啦 那自己做月饼呢 就可以控制一下材料啊 份量啊等等 那就可以呢 比较容易做出一些 比较健康的月饼啦 那如果我们以吃一个月饼来算 我们要运动多久 才可以将一个月饼的热量消耗掉 那月饼也是看它不同的尺寸啦 那好像一个传统月饼 好像双枉那样呢 双枉白莲蓉呢 那刚刚也提到一个月饼是有800卡路里啦 那是要跑很多个钟才可以消耗到啦 但是如果我们就这样计 可能正常吃四分之一个 双枉白莲蓉那样 我想大概一个六十公斤的成年人左右 可能要出去慢跑 半个钟至四十分钟那样 都可以消耗到四分之一个月饼 那听Wendy你这样说呢 其实我们吃月饼呢 是不是最好 就是都是吃四分之一个呢 如果想健康炭月饼的话 有什么提示呢 是的 那如果真的想吃月饼吃得健康一些呢 那最重要的是看它我们吃的份量啦 那如果我们可以保持到 只吃八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份量每一次呢 那这个份量都可以叫做接受啦 但是如果想再吃得健康一些的 可能就是主餐的时候 可能晚餐啦 吃多些菜 吃少些主食 好像吃少些饭或者吃少些面 跟着在甜品的时间呢 就可能只吃四分之一个月饼 就可能平衡回来 那就会比较好 那我想问 譬如很多人都喜欢月饼 可能觉得滑 会喝杯热茶这样 不知道帮不帮到呢 那喝杯热茶呢 是可以帮助消滑 好像减下那种油来的感觉啦 但是对于热量方面呢 其实就不会改变一个月饼的热量 或者糖分或者脂肪的 只是相对地你可能觉得没那么滑 那有没有什么人吃月饼 你觉得是要注意一下 有很多长期的病 就好像糖尿病 或者是高血脂 心脏病等等的患者 那他们吃月饼的时候 都真的要注意一下份量 或者是如果选择的时候 尽量可能选一些低脂 或者是低糖分的月饼 就会比较适合 那我们说完月饼了 那中秋节除了吃月饼之外 就会和朋友和家人一起吃饭组节 那中秋节又吃月饼又吃饭 可能会很容易吃饭 那不知道呢 对于这方面 Wendy有什么建议呢 那在特别是吃中秋节饭的时候 我们也想注意一下 在我们吃煮饭 这样尽量就会选一些低脂 高纤维的食物的菜式 多一些 就好像如果我们会选海鲜的话 可能会多一些蒸鱼 或者是有蝦 就会少一点吃 可能少一点吃肥猪肉 或者是烧肉等等 比较高脂的肉类 因为好像月饼 刚刚也提到 相网月饼 甚至是奶黄月饼 其他的话 它们的脂肪含量都比较高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在正餐的时候 吃少一点脂肪 多一些纤维 就好像多一些菜 健康的低脂蛋白质 就可以平衡那样的营养 那月饼和水果 需不需要二选一 如果一起 因为大家都很喜欢 中秋节一起吃 生果和月饼 又不需要二选一 但可能选生果的时候 我们尽量想选一些低糖分的生果 就好像梅果类 士多啤梨 南梅等等 它们都比较高纤维 但是低糖 配合月饼 其实也可以让那一餐甜品的月饼 比较健康 好了 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你 Wendy 我们下次再谈 好 不用客气 多谢你 邀请中秋节快乐 我预祝Wendy 和各位听众 中秋节快乐 最后提提大家 这集内容 只不过是一般性的资讯 不是具体的建议 如果想了一步 了解和你自己有关的准确讯息 请询问你的医生 或专业健康顾问查询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 使用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Spotify 或是其他Podcast应用程式 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